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我覺得這一篇還蠻有趣的 先看到中文的 然後當然去找了一下英文版就發現 還可以做啦 因為這個或許會對於托弗亞斯的同學比較有幫助 因為托弗亞斯還蠻多這種生物學上面的題目的 閱讀的題目也好 或聽力的題目也好 其實都有你知道 但除了寫作之外沒有之外 其實大概都可能會有這種生物學上的 可能專有名詞比較多或什麼的 你都應該要認識它 所以雖然說這個題目有一點點wacky 有一點不震驚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點東西可以學的 So human brain and testes found to have the highest number of common proteins 標題的關係他把B動詞省掉了 So human brain and testes are found 所以人類的腦袋跟你的testes是什麼呢 這裡就先馬上補充一下好了 所以不是考試 你看 test no 加一個test 那它的複數是這樣 發音上前面是短音的testes 後面是testes testes 那也可以把它說成是 testicle 總之它的意思都是男生的蛋蛋 OK 所以腦袋跟蛋蛋發現有 共同相同的這個蛋白質啊 是最多的人體上 好有趣喔 所以 表示說腦袋跟GG 他們的這個從生物學來上 他們兩個的共通點是最高的囉這樣子 所以你的腦袋就是你大腦小腦啦這樣 不是小腦對不對 我們講大頭小頭 所以你跟女生在一起聊天不要只會用小頭思考用大頭思考 可是殊不知他們兩個是差不多的東西 現在這邊大家講的就是這樣 好然後這邊講了一大堆 team of researchers from 這樣講一大堆 那可是你知道嗎 我覺得有點好笑就是裡面有一個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in the UK 所以這又是另外一個英國研究 我覺得 OK 好總之他們發現到 has found so a team has found 所以你看這個主詞 然後a team of 後面講researcher來自什麼大學什麼大學什麼大學 可是總之這裡的主詞是一個團隊 所以這邊的動詞是has 你看人家寫作就這麼嚴謹 OK 所以團隊已經找到has found that for humans the brain and testes have the highest number of common proteins 所以 腦袋跟睪丸啦 有最高的數量的common protein 所以protein這個字就是這個蛋白質 OK 那像男生喝的那種健身的那個 他前面會加一個這個字 OK 乳清蛋白 whey 這個字念作 whey whey protein 好 好 對不起 in their paper published in Bavaha 這OK 所以描述了 their study of protein similarity 所以他們研究 研究什麼呢 蛋白質方面的 similarity 相似出 between tissues 所以這裡的tissue 請知道 他這裡的tissue 絕對不是這個 呃 面質啊 什麼之類的東西 OK Tissue 所以這裡是 就是那種 組織結構 OK 組織結構 Tissue 這樣子 OK 好 然後 in this new effort the researchers noted that evidence from other studies has found some signs of similarities between testes and human brain 所以研究員就特別標注了 就一些其他的一些研究也找到有一些這個 有一些徵兆 就Science of similarity 就相似出的一些徵兆 有關於這兩個 所以他們就 他們有興趣 所以他們才 所以是別的研究指出了這個indication 所以他們才開始去做的 所以這邊是下一個句子是一個分詞構句 所以就是被引起興趣了 因此他們就去幹嘛幹嘛了 這樣子 所以這種 稍微標寫一下一下 所以這邊一個 過去分詞啦 然後句子接下去啦 或者ving啦 句子接下去啦 我們稱這個叫做分詞構句 所以這邊這個概念其實就 他要講的是被動的 所以你被怎麼樣了 然後你做什麼什麼事情 然後呢 你如果是主動怎麼樣了 然後也可以去做什麼什麼事情 而這個結構其實我可以再多補充一個就是 因為畢竟 ing跟pp 現在分詞 過去分詞 他們都可以當成主詞不語 懂我的意思嗎 主詞不語 像我寫個例句給你看 假設我今天正在跑步 I am running 這個running 就是ving 那他就是一個主詞不語 所以 我換一個 如果跟你在打遊戲 結果我在遊戲被人家宰掉了 oh I am killed I am ambushed 我被人家偷襲了 所以這裡的ambush是過去分詞 那他跟樓上這個 I am running 一樣 結構一模一樣 這個running跟ambush都是主詞的補充資訊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繼續分析下去的話 我能不能乾脆加一個 I am 加一個名詞在這裡 那你看這個名詞是不是就跟樓上 事實上是一樣的結構 所以他通通都是主詞的補充資訊 這樣有看懂 所以你看假設我如果今天這個名詞我加錯 我就寫說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 很那個 很固執的人 so I am a stubborn I am a stubborn person 看懂嗎 所以這裡的A stubborn person跟ambushed跟running 其實都是主詞補語 那如果你願意接受這樣的說法的話 我們回來這裡 我剛說這個分詞構句 前面的pp逗點主詞動詞 vng逗點主詞動詞 那其實這裡的pp跟vng你都可以看作是主詞 就是一種補充資訊的話 能不能把這一句也用一樣的邏輯套進去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來個名詞斗點主詞動詞 這樣可以嗎 答案是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所以能不能就是說 一個 stubborn 就用我剛剛樓上的這個句子 然後 假設說我爸爸是一個 假設我爸爸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 so a stubborn person my dad never conceits any arguments 之類的 OK 所以這個句子op OK 其實也是OK的 所以 一般來說我們會覺得這個句子 可能有的同學看起來會覺得這個句子很奇怪 到底主詞是誰啊 主詞是stubborn person嗎 不是主詞是my dad 所以前面這個stubborn person跟前面的這個都是主詞的補語 好 用一個有趣的題目引你進來看 結果順便教你一下文法 希望你是不會到這裡已經把視頻關掉了 如果是我也救不了你了沒關係 所以intrigued就是 被吸引住了 這個被好奇心被勾住了 so they initiated a study that involved analyzing the proteins produced by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and then comparing them to see similarities 所以他們就開始展開了一個研究 initiate 就是展開 OK 其實我好久沒講文法了 有時候我都覺得對不起同學 我有時候把文章帶完就沒事了 事實上覺得 沒有把我對文法的理解來impart給你知道 其實是蠻 蠻不好意思的 so anyway 開始了一個study 那這個study就involved分析 一些protein 所以analyzing protein 那這個protein是被誰生產出來的呢 proteins which are produced by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所以身體的各種不同步驟生出的protein 然後呢 把他們做一些比較 然後來看看他們的similarity than comparing them to see similarities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e greatest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brain and testicles 所以找到了就是 腦袋跟你的蛋蛋有最多的similarity 總共有13,442 這個怎麼唸 13先唸下去 後面三個零 thousand so 13,000 然後你就把442唸完就好了 so 13,442 OK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the brain and the testicles share the highest number of genes of any organs in the body 所以 他們共享是最高數量的基因 就是在任何器官中 這兩個器官是最多分享基因的 OK of any organs 所以organ這個字 叫做器官 OK 器官 organ The team next focused on the shared proteins and found that most of them wer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issue and communications 他們接下來就去focus 去看著這些共享的protein 然後發現到了 大部分這些共享的protein 都牽扯在 後面這兩個東西的發展上 所以他們牽扯的發 什麼東西的發展呢 就Tissue剛講的這些軟組織 或之類的組織結構 以及通訊 OK 所以這一些 protein是管通訊用的 They suggest this finding was not surprising 他們覺得這個 這樣子找到這個東西 並不是很令人驚訝的 因為為什麼呢 所以逗點下 他不是寫 because 你可能會想說因為什麼什麼 接下去很順 可是他用了一個逗點之後接的是 considering 也就是說 好再說一次 所以他們說這個finding 並不會surprising 因為考量著 後面這個東西其實是 怎樣怎樣的 所以逗點後considering 是一個很道地的用法 considering that proteins from both organs consume high amounts of fuel 所以因為 來自這兩個organ的protein 都會 consume 都會消耗掉很高量的燃料 你知道就卡路里或之類的 Right 所以 腦袋當然是很耗燃料啊 因為 因為你要處理思考嘛 One to process thinking 而另外一個幹嘛呢 忙著幹嘛 思考嗎 思考女人啦 或許 好思考什麼 沒有思考女人 所以他是生產什麼東西 一天生產好幾百萬的sperm OK 另外一個produce millions of sperm sperm every day 所以兩個都非常的耗能量 They also note that testis and nerve cells are both involved in moving material created inside of them to an outside environment sperm cells move fertilization factors and neurons move neurotransmitters 這句就比較難一點點 他們也標註了也注記了一件事 有特別提到 就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個 嗯 你的 搞完了 跟 神經 cell 神經的細胞 腦袋有那個神經細胞 對不對 所以兩個人都involve在什麼東西呢 所以兩個共同會做的事情就是 把一些 material 搬到了 外面去 就從腦袋 搬出去 那當然 下面的就是把東西 射出去 好 是這樣講嗎 So moving material that is created inside of them 所以他們在裡面創造出的這些material呢 搬出到了外在的環境去 to an outside environment 所以 所以 這個 精子的細胞 就把 這個東西搬出去 我剛剛好像真的還沒講錯 只是他用了比較 優美的文字來說 所以sperm cell move Fertilization factors Fertilization就是 可以讓人家懷孕的東西 那factor就是因素 所以他把 懷孕因素 OK 培育後代的因素 給搬出去 哇這真是一個非常fancy的方式 來說射精這件事啊 Sperm cells move Fertilization factors 然後neuron把什麼東西呢 把這個neurotransmitter 這應該就是那個 神經傳達傳送的那些 那個東西就是 so both are part of processes known as Exocytosis 所以這個我剛剛先找了一下 因為我剛剛先有先閱讀一下這一塊 只是我剛剛並沒有想到這個 Fertilization factors 就是 講的直白一點就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Exocytosis 你不認識真的也沒關係 我找給你看 他叫做什麼包土作用 幹你最好看就知道是什麼啦 你不知道無所謂 跟我一樣 無知啦OK 好所以 剛講的這兩件事情都被稱為 Exocytosis OK Additionally as part of Exocytosis Sperm allow part of themselves to fuse with an egg 所以除此之外 身為這個Exocytosis的一部分 Sperm也會允許 他們自己的 part of themselves OK 他們的一部分 來跟一個蛋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也 也仍然算是另外一種Exocytosis 什麼樣子 那Neuron的部分則是Exocytosis involves creating Neurites That allow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ells 所以 所以 我們講這個 神經元 呃 我的翻譯是不是有錯 我覺得可能有 這樣有點對不起大家 所以這個Neuron 大概怎麼翻譯 我們確認一下下 Neuron 的確是神經元 神經細胞 OK 所以 Neuron 這個Exocytosis 在幹什麼 他就involve create出一些 Neurites 我真的他媽的也不知道什麼是 Neurites 所以你看我 我可能就跟你一樣 一邊看一邊查字典 那這裡找得到嗎 那找不到Neurites是什麼 如果我把它不要複數呢 Neurites 還是沒有 好 所以你看連字典都找不到這個字 但無所謂啦 OK 反正你大概能猜得出什麼東西就是 所以他能夠來 在細胞間做互相傳遞資訊之類的 所以communication OK 好 最後一段了 我們就把它看完吧 The researchers also took a step back from their work 所以他們也 倒退一步 來用一個比較宏觀角度來思考這件事嘛 或許 Noting that there may be a reason for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proteins produced by the two organs 所以 他們就說 可能或許是有個理由的 OK There may be a reason behind this behind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proteins produced by the two organs They note for example 所以舉例來說他們說 That prior research efforts have shown a link between brain disorders and sexual dysfunction 啊 Interesting 所以先前的研究啊 他們說有這個link 有個連結 between什麼東西呢 腦袋出問題 跟下面出問題 OK 所以brain disorder跟sexual dysfunction 所以這個dysfunction就是不能運作之類的 OK Some have even found a link between the quality of sperm produced and intelligence 甚至 幹有趣 所以甚至有找另外一個連結就是 你的精液精子的品質跟你的智慧是有關係的 所以越聰明的人精子越聰明嗎 會有勇嗎 我也不知道 但總之他們發現是有一個link的 所以需要更多研究才能夠知道這部分到底是怎麼回事 非常有趣的一篇報導 希望你有一點學到什麼 像我一樣 今天學到了像exocytosis 這樣一個分析的字 包 包什麼來著啊 出包作用嗎 包圖作用 隨便啦 OK 我是Paul 我們明天見